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就帮他救活什么花,这是一个梅花,然后臭宝呢,修根啊,然后没有长根,话不多说,先打开看看卢山真面目 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想要寄养的臭宝呢,来回的快递费是自己承担啊,老花姨这边寄养,用到的所有的肥料土什么的,以及寄养都是免费的,但是运费要自己出啊 想要寄养的臭宝可以联系我们后台,有点乱寄养,我今年没有收到咖啡什么的啊 有救,有的救,有的救,有的救,这是抹的什么,抹的那个伤口愈合剂,生装啊,两个月没生根啊,我那个天爷爷 这是他刚剪了,他已经剪完了,现在到咱们时候,唯一能做的先泡一天,先泡一天再说 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先找一个桶,然后呢,先把这个给扔进去,扔进去给它泡一天,泡的时候呢,往水里面加一些个生根液 刚才我还跟我们后期小哥聊天,我说问他,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泡一泡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脱水了现在 你看呢,有些脱水,而且呢,他养护的过程,你看看,说明这个发黑是说明个什么事呢,不排除他那个土用的 里面上了肥料,你知道吗,很容易就烧花,像没有根系的时候不要用肥料 看到没,缺光,他就发黑发尾蔭,好,这个桶太大了啊,不方便咱们操作,咱们换一个小土 这边也给他泡一泡,树皮都脱水了,他这个根系你看,修得太狠了,有点晚了,这个臭宝你早拿过来啊,你现在都有点晚了 我不一定能保证百分之百能救活啊,像这种老庄很容易出现假死和假活,就是看着是死掉了,又不长牙子了 可能过一点时间,他又冷不定又冒出来,有可能是这种的,你看他冷不定的冒出来 这种鸭子哈,他有可能是死掉了,这是昙花一现,这个都不能排除的 他上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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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都干透了这个 你看他上面的树干,他他他以前他还快过这个苗苗,你看到没 他以前他还K过,还K过这个,都干了都干了,这一个有活性 都没活性了,泡一天再说吧,还是用这个大土 先不操作了,先泡一天,第二天再收拾了 好了,这个呢,咱们就不操作了,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上面好多的都已经干了 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让他喝一面透水,往水里面加一点生根液,不用太多啊,不用太多 这么大的桶也不需要加很多 其实这些东西有一点都够,是吧,就跟药引子似的,你懂吗 你像以前中药什么的哈,这了那了的,要个药引子,其实生根液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动花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药引子 就像咱们汽车打火也是一个道理,它就是启动液 能启动下来就启动下来,启动不下来,算是发动机还是有问题 然后呢,这个呢,咱们今天就不操作了,留着明天操作 今天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像这种桩子呢,寄过来的时间是稍微有些晚了,都两个月了 肯定该脱水的就已经脱水了 我现在能做的,现在就是让他喝一遍保水,看一看他能否启动过来 还有一个就是寄这种老桩的时候,尽量的你得做一下保湿 你要不做保湿的话,再脱脱水 我估计这个,现在就已经是要嗝了的那种感觉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呢,我是提出来两种整治的一个方案 一个呢,就是用水培去引根 还有一个呢,就是扣膜,要么就是扣膜 继续就是像牵他的那种感觉,继续弄它 这个也只能这么来了 刚才静静说,你说你这个都干成这样了,你泡泡能上来水吗 我说我那有什么办法吗,我又没办法给它打吊皮 它现在也不吸收,只能去泡 其实用水泡生根是最快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它生出来的给你再摘的时候,它又可能又不适应 我怀疑现在它这个是假活,你懂吗 它把它本身树干里面的那些营养抽出来 长了一些个,长了一些个枝叶 然后它又死掉了 养老庄,这个臭宝 我不建议大家玩这种老庄 我建议新手花友呢,去买成品 就是人家弄好了,就长得倍儿好的那种 贵点你也买那个 要不然这种钱你都等于白花,你又没那技术 这个臭宝找到我了,我能救就救吧 好了,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来详细的看一下 怎么操作,怎么去治疗 觉得不错,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我是老华1 小华1,小华1,拜拜